花好越远 越看越配的CP们 今天小编就来为你盘点那些 初见很违和 但越来越般配的CP们吧 第一对先来说说教主和baby 一个内地小生 一个香港嫩魔 画风如图 自公开恋情以来 俩人也毫不避讳各种场合 各种baby 我的眼里只有你 跟明 你在我眼里 你就是最闪亮的星 教主是霸气与柔情兼备 时刻准备为媳妇服务 比如在巴沙慈善晚会红毯上 黄小明就给媳妇安置了baby 提裙子 上台帮提 下台帮收 baby那窗帘式的拖地大长裙 虽然美而梦幻 却也实在不能好好玩耍 教主为了让她一直美美大 也认真的当了一晚的绘花使者 参加竞拍的时候 教主还豪爽的放话道 为了baby我真的可以随便加价 起初知道皇后娘娘和张静在一起的时候 实在是不能接受的 一个是TVB的当家花蛋 一个是默默无闻的舞生 在张静默默无闻的时候 蔡少芬不离不弃 现在张静红啊 以十倍的温柔回报 俩人真的是有夫妻像 而且越来越像 蔡少芬炫肤狂魔的名头 可不是白叫的 以我老公为原心 以静哥哥为半径 以帅为主要武器 以索吻为主技能 360度全方位越狗 蔡少芬的眉宇间都是幸福 天天开启炫肤模式 俩人也是越长越有夫妻像啊 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画风应该是这样的 可谁知道 他俩居然上演了穿越时空的爱恋 从古代爱到了现在 其实小龙包姑姑有点婴儿肥 还是挺可爱的 看着完全不像比陈小大 蛮般配的 自从姑姑恋爱后 也会化妆了 更会穿衣服了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 花好越远 越看越配的CP们 今天小编就来为您盘点那些 初见很违和 但越来越般配的CP们吧 第一对先来说说教主和baby 一个内地小生 一个香港嫩魔 画风如图 自公开恋情以来 俩人也毫不避讳各种场合 各种baby 我的眼里只有你 更明 你在我眼里 你就是最闪亮的星 教主是霸气与柔情兼备 时刻准备为媳妇服务 比如 在巴沙慈善晚会红毯上 黄小明就给媳妇安置了baby 提裙子 上台帮提 下台帮收 baby那窗帘式的拖地大长裙 虽然美而梦幻 不离不弃 现在张静红啊 以十倍的温柔回报 俩人真的是有夫妻像 而且越来越像 蔡绍芬炫肤狂魔的名头 可不是白叫的 以我老公为原心 以静哥哥为半径 以帅为主要武器 以索吻为主技能 360度全方位月狗 蔡绍芬的眉宇间都是幸福 天天开启炫肤模式 脸儿也是越长 越有夫妻像啊 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画风应该是这样的 可谁知道 他俩居然上演了 穿越时空的爱脸 从古代爱到了现在 其实小龙包姑姑 有点婴儿肥 还是挺可爱的 看着完全不像 比陈小大 满般配的 自从姑姑恋爱后 也会化妆了 更会穿衣服了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